我想問一下有關集會遊行的問題 大法官市至有一個718號的一個解釋 如果是屬於緊急性的或偶發性的 他認為這要申請許可的話 是違反了憲法23條的比例原則 不符合憲法14條保障集會自由的意志 從104年1月1號開始就失去效力了 按照大法官解釋的理由 是無法無法事先申請許可或報備 現在有一個叫做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處理原則 這是我們警察署定的我知道 我們是從公共自信的角度來看 希望能夠讓警察機關有機會有時間來準備 來協調相關的包括交通的主管機關 大法官市至718號解釋 講到緊急性跟偶發性的集會跟遊行的時候 是不是說不可以讓他來申請許可之後 才能夠來進行這樣子的緊急性跟偶發性的集會遊行 你告訴我大法官市至718號解釋 他到底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實際上沒有錯 您說緊急性的集會遊行的申請 主管機關應以收受申請書即時核定 並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我請您先問一下 什麼叫做收受申請書 緊急性集會遊行 還有可能申請嗎 按照大法官市至718號的解釋 你總是要通知相關的單位 我們也可以去做交通秩序跟這個這樣 還有現場秩序的維持啊 您的用語是要做核定 核定 我是緊急性了 我還要跟你請求 我還要跟你提出申請 我還要讓你核定 大法官說集會遊行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 你根本不能夠用 你們所頒布的一個所謂的處理原則 回去之後 立即廢除 立即廢止這個處理原則 部長可以嗎 我們希望修改集會遊行法 但是因為在立法院沒有被通過 我們也送了集會遊行法 有沒有要去訂集會遊行法 採許可字或報備字 那就一般性的集會遊行 就緊急性偶發性的集會遊行 大法官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根本 不要提出申請 不可能提出申請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不是一在核定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知悉 然後同時來配合 你不是核定 你明明寫核定啦 部長 核定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你告訴我 我們縮文解釋一下 核定兩個字是什麼 那你如果不核定了 我能不能從事緊急性的集會遊行 那目前是可以的 好 那也就是說 你這一個處理原則 核定這兩個字是廢話 照目前 就是不需要經過核定 也不需要提出申請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鐵絲網 這個叫蛇龍 這個叫什麼 巨馬 巨馬上面有什麼 有刺刺的東西 刺網 刺網 會傷人的 在面對集會遊行的時候 佈置這個蛇龍 跟佈置這一個 巨馬 而且是帶有鐵絲 的一個巨馬 依據在哪裡 法院的依據在哪裡 依照警察的資權 這個是一種沖水式的一種雜欄 在日本 在香港 他們都是用雜欄 來做一個 當在集會遊行的時候 來阻隔 的一個方法 我們在台灣 用這樣有 有鐵絲的 會傷人的 蛇龍 跟 巨馬 我去查了一下有沒有依據 我們發現有一個叫做 各級警察機關 安全防護工作實施要點 它是為了防止敵人滲透迫害 確保內部安全 我們的人民 在實施和平的集會 在實施和平的集會 遊行的時候 我們的人民是你的敵人嗎 他不是敵人 101年 鄭力軍委員的辦公室 曾經給了內政部警政署的一個行 問他說 請他提供一個叫做 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內政部的警政署回答得很好玩 他說 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是依據 是依據動員勘亂時期 集會遊行法所訂辦的 然後 該作業程序 因為81年7月27日 將這個在動員勘亂時期才適用的集會遊行法 修正為集會遊行法 所以另外定辦的一個叫做 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 他講的說 另外頒布的 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 我從頭到尾看半天 我看不出 跟他原來 這個所謂 處理聚眾活動的作業程序有任何的關聯 所以 警政署 在打混帳 他列為密件 這個東西呢 我們隨便找一個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這現行 南投縣警察局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在相關的法令規定依據裡面 一 集會遊行法 二 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 這是剛剛警察署給的 就第三點 還有一個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這個是動員勘亂時期定的東西 警政署說 集會遊行法 已經修正 動員勘亂時期已經結束 這個東西列為密件 不可以給你 但各地的警察局 仍然引用這個警察機關 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設置巨馬 設置蛇龍 您作為一個部長 要不要好好的回去 督導一下警政署 將這一個作業程序 徹底的廢止 並不一定要 部長您跟我講了半天三十秒 已經都講一堆空話了 好不好 我只是問你說 你們能不能回去 將這一個 已經被認為是動員勘亂時期 所定定的警察機關 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給他廢止 您的答案是什麼 我們會回去檢討 好 您多久以內會檢討 我們一個以內給你檢討 檢討之後 能不能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沒有問題